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Old Man Yeah 我們太久沒有回來方舟生存啦 那我今天為什麼老頭會回來呢 非常的簡單 因為呢 有東西了嘛 有新東西老頭就會 就會拿出來拍 所以說 各位不要再吹啦 因為就是有東西才會拍 沒有東西就是不會拍 就是這麼的簡單 那今天呢我們要做什麼呢 很簡單就是 我們的影片縮圖已經 給你們看我們今天要幹嘛了 沒有錯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做到這兩隻迷樣的生物喔 那這兩隻迷樣的生物呢 應該是說只有一隻是迷樣的啦 另外一隻是水踏啦 水踏這個超可愛的 你們有沒有看過它的圖鑑 那個表情真的可愛到一個不行耶 我自己本身那時候在看那個 介紹的時候 我看那個 眼睛 像珍珠 看起來就好想吃 沒有啦 結果感覺就真的很可愛你知道嗎 我覺得方舟現在在吸引這些 應該應該嘗試在吸引一些女性玩家的客群了 或許以後方舟改版會多出一些 毛茸茸超可愛的生物你知道嗎 古代馬的獨角獸就是其中一種 那個大地藍也是一種 還有一些很可愛的生物啊 我覺得這些都是都要吸引這些女性市場 你知道嗎 所以說可能 我們的方舟世界會更多樣化 水踏呢 我看一下 水踏呢 它基本上目前我只知道它在 官方原始地圖會出現 那它出現的位置我稍微標個地圖給你們看 讓你們知道它的出生地在哪裡 然後呢 它的特性是 守之停在背上可以提高抗性的生物 然後又守之可以搜尋珍珠 並隨機找到黑珍珠的生物 那這一隻呢 馴服的方式呢 我們現在呢 已經準備好要馴服它了 我們必須要帶一隻這個魚鳥 就是一樣嘛 跟之前我們抓黃昏鳥的方式是一樣的 就是叫它去捕食那個魚類 把那個捕食過來的魚類帶給我們 然後我們再去餵它 方法也是這麼的簡單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今天這個任務呢 就是直接去抓水踏跟我們的鳳凰 血條打開 怎麼不在這裡 還是被吃掉了 還是被吃掉了 食人魚 沒看見耶 怎麼不見了 這邊有一隻 看到兩隻了 一等一隻33等 我應該會先把周圍這些恐怖的生物先殺掉吧 他們的危險性實在太高了 來來來來 先把它解決掉 你看這邊岸邊就有一隻33等的 這食人魚也要先殺吧 欸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 我們不要驚動到它 我們不要驚動到它 我們把食人魚殺掉就好了 好不好 我們要戴一下頭盔我們才知道 我們才知道海底裡面有什麼 殺掉食人魚啊 這些危險的生物 當然就要先直接滅掉嘛 對不對 好了好了 沒有食人魚了 然後我們的魚鳥還在 我們的魚鳥還在 OKOKOK 我先飛到對面抓一下那個魚鳥好了 來來來來 怎麼肥那麼慢啊 它應該是吃鮭魚吧 那邊好多鮭魚喔 我們來嘗試 讓鳥去抓一下鮭魚好了 然後我們再直接去餵它 好我們就這麼說定了 來來來來 這個也殺掉 這個具有危險性 好 然後我們把魚鳥放生 不是放生 放在這裡叫它去抓它 攻擊它快點 魚鳥聽話 攻擊 欸為什麼不攻擊 為什麼啊 你手上 我把頭盔拿下來了 完全看不到 攻擊 有了有了有了 把它抓過來快點 聽話聽話 非常好 欸不是自己吃啊 欸 欸 你是怎樣 鏘掉了是不是 算了 這個給我 來來來 我們把它帶 帶到那個 哇 充到快了 在水裡 來我們來餵這一隻 33等的好了 算等級好了 可以餵死嗎 欸 為什麼不能餵死 欸 欸 餵魚 欸有了有了 有沒有 一下都成功了 哇 等級的 好可愛,我們先帶回家 YES 衝啊 我們的那隻跑去哪裡了 我們的胃磁鳥 等一下會飛過來 我們的古神一龍 去哪裡了 古神不見了 在對面 我自己飛過來我都忘了 超可愛的 有沒有 So kawaii 我覺得我要把頭盔帶出來了 不然的話 會讓你們看到驚恐的臉 是不是?好可愛 然後他好像可以帶 我記得他 這個 這個小傢伙啊 我要怎麼開他的包包啊 OK 你看這個小傢伙 他好像可以裝備頭盔 可以 可以裝嗎 不行 我看我有什麼頭盔給他裝 這個嗎 他不行耶 有沒有 等一下這樣 有點恐怖耶,說真的 還蠻恐怖的 可以不要這樣嚇人嗎 好可愛喔 那帶頭巾超可愛的 我的天啊 然後我們都沒有在管其他的 我的魚鳥去哪裡 還在那邊空空蕩蕩的 我們看一下有什麼可以玩 變成獅子了 獅子狗喔 欸變獅子了欸 哇 帥氣餒 拜託眼鏡哥餒 博學多聞是不是 然後呢 我手上拿這把 是模組的補血槍 幫他補一下血 有沒有 回到蠻快的有沒有 好可愛 好可愛喔 我的天啊 雞毛這麼可以 幹嘛這麼可愛 好 那個老頭少女大爆發 他應該吃果實也行吧 好啦各位兄弟們 想必剛剛 各位看見了水塔的這個可愛模樣 真的是令人 好不猶豫的想要去抓對不對 OK 那我們現在的水塔已經結束了 好那我們現在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稍微來到一下這個焦土大陸了 為什麼要選焦土大陸呢 因為我們這個第二隻新改版出來的生物呢 他叫做火鳳凰嘛 那這火鳳凰呢 他要出現的條件其實就非常的簡單 他是需要氣候的形成才有辦法出現 那 我有稍微看一下國外的一些實況主的一些攻略方式 他們馴服的方式很特別 是用噴火龍去馴服 好 我們現在後面身後這一隻呢 火焰雙溪飛龍呢 他就是我們馴服這隻火鳳凰的工具 但是呢還要搭配這個焦土大陸的氣候 才有辦法進行 那這個想要抓的人呢 就一一聽我的講解 不過呢他出現的地區我就沒辦法保證了啦 因為基本上 我找不到有關於他出現的分佈的位置 所以說我只能用這種方式來馴服那個火鳳凰 那基本上很簡單 首先呢我們要先用指令 改變一下這張地圖的氣候 如果你們不想用指令的話也可以等 就是等他整個 SuperHot 我這個指令上面寫說 啟動SuperHot 就是非常熱的意思 我不知道這個在一般的方舟裡面行不行得通 但是呢在焦土大陸絕對可以 來我們來輸入一下 SuperHot 有沒有 他必須要在這個地形裡面 才可以 而且在這個地形期間我一直狂扣水分 我是快要渴死啦 算了不管了 他要在這個炎炎熱的地形 火鳳凰才會出現 好 那是在哪裡出現 我覺得這就是看運氣 哇真的很熱 你看那個周圍都已經變成這樣子了 真是熱到一個枯耶 連噴火龍都開始流汗了沒有啦 隨便講的 好 那我們現在用指令稍微把火鳳凰召喚出來 如果你沒有用這個地形召喚火鳳凰的話呢 他什麼都不會出現 只會出現一個 如果你有開血條 他就只會出現血條而已 好如果呢 你有在這個地形召喚火鳳凰 恭喜你他就這樣出現了 來我們來召喚一下 火鳳凰應該是這一隻吧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咱們的火鳳凰出現了 而且很奇怪的是 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往下飛啊 他為什麼往下飛啊 而且怎麼沒有血條 太奇怪了吧 我血條沒有拉滿 I'm sorry 那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火鳳凰 那他馴服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特別 我看國外實況主用的方式 是用火焰燒他 你燒他 他越旺他就越沉浮於你 就是燃燒吧 燃燒吧 火鳥 然後重點是你還要燒到他 用火焰去馴服他 他就會說 哇你的火焰比我還強大 我沉浮於你了 可是我一直燒不到他 我覺得很難過 真是非常的難過 拜託讓我燒你一下好嗎 快點阿 讓我燒你阿 哇 沒燒到 然後沒有體力的 我的龍也太爛了吧 氣候消失了 我們要重抓了 嘖 氣死人了 沒關係他就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氣候消失了 那隻火鳳凰就不見了 我們要再度使用一下 我們的死大 來 把氣候叫出來 他又出現了 他又準備復活了 復活吧 火鳳凰 他復活動作好帥阿 重點是有沒有燒到阿 有啦 他被噴到有信仰的那個 信仰的那個 信仰值有提升阿 是有提升是有提升 但我們需要一點耐心 慢慢的抓 我覺得好痛苦阿 真的很痛苦 還要等天氣 天氣OK了 之後才有辦法抓他 有嗎 你為什麼沒反應了 哇他的信仰值在降阿 沒這麼容易的一件事情耶 有嗎 這樣子有嗎 有中嗎 欸 信仰值全部消失了是怎樣阿 喔74 7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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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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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抓到了 我的天阿 這活鳳凰阿 怎麼那麼難搞阿 太好了太好了 鳳凰哥恩哥過來喔 哥終於抓到你了 受不鳥欸 欸 你想對我們家這些做什麼東西阿 欸 這是我啦 欸 火鳳凰 停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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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上來一下 我會不會 欸 上來直接流 沒有血量流汗 等一下負重 飛超慢的 哇哇靠近 靠近的所有生物都會燃燒耶 我覺得我想要先 哇 這一隻 這一隻 他原本的飛行生物 所以說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 改那個移動速度 沒關係我們快到了 我們先喝點水 哇我們火鳳凰到手了 怎麼那麼難搞阿 天阿 欸火鳳凰不能落地喔 好 那你就先在這裡等我 千萬不要攻擊 我喝點水馬上回來 欸我怎麼不能喝水阿 有了喝了喝了喝了 我們來看一下火鳳凰齁 他好像不能落地耶 他看起來好像嘟嘟鳥的變形體 還蠻好笑的 火鳳凰不能坐在地上 他沒有那個坐在地上的樣子 然後點了之後還會旋轉這樣 他主要 你看 這樣他身上的肉全會被烤成這樣子 如果是金屬的話會變成鐵錠 還蠻好笑的 噢 點一下血 然後呢這隻這個火鳳凰的特性呢 他是手之自身帶火焰傷害 剛剛各位應該也看到了吧 就他在飛行的時候有沒有 可以製造燃燒傷害這樣子 可以燒燒那個敵人 然後呢 也可隨時組成熟肉 以及這個熔煉礦礦石的生物 總而言之就是一個 移動式熔爐啦 好不好 基本上應該是就是 把東西放在他身上 自動就會組成熟肉了吧 不需要做太多的一些動作之類的吧 有沒有看直接生熟肉出來了 對不對 相對的我把金屬錠丟進去 他等一下應該也會變成金屬錠 有沒有 把金屬礦 有沒有馬上升 而且速度比一般的熔爐還要快 這太誇張了 他是吃硫磺的 有沒有發現他是吃硫磺的 後來我發現了啦 我剛剛那次想說 奇怪他肚子到底吃什麼 然後之後我就一直餵他 一直餵他 就發現 原來是吃硫磺的 剛剛試好好多次終於試出來了 然後他的攻擊方式就是 有空白鍵按住 他會有俯衝 應該不是俯衝阿 就是一個快速往前行的一個概念 不過這個非常消耗耐力阿 那撞到的敵人不知道會怎樣 我就不曉得了 唉唷唉唷唉唷 不要咬我 不要咬我 會死人 然後攻擊特高 很恐怖的攻擊力 然後之後 不要咬我阿 燒死你的小王八蛋 你那邊一直來 蝎子也是一樣 工什麼東西 你是來被燒死的是不是 弄死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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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先回一下體力 然後他的右鍵呢 是吐一個熔岩蛋 有沒有 在地上會造成燃燒 就有點類似熔岩瓶的那種概念 看我丟這裡喔 他踏到了 然後他完全沒有扣血 我是被騙了 你可以 我是被騙了 唉唷有燒到喔 完全沒燒到阿 唉這個 這招到底有什麼屁用阿 還是說這邊所有的生物 全部都是耐熱 我已經鎖定你了 到底抓不抓得到阿 等一下 我居然用爪擊把石頭弄爆是怎麼回事 然後我負重了 原來世界是拿來抓東西用的喔 不是拿來攻擊的嗎 我一直都會抽一了嗎 哪你狗咧 西劍是拿來抓收集材料用的 欸真的欸 一擊爆欸 這太扯了吧 這太扯了吧 那攻擊牛龍呢 牛龍我來了 直接秒殺 421滴 好我懂了 所以說他 三個按鈕 三個功能全部都是傷害 右鍵火焰傷害 然後呢 空白鍵按住 俯衝傷害 然後自帶燃燒效果 這麼的酷 先把他丟光光 好吧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 改版生物介紹再見了 掰掰 BYE BBYE BBYE